来刮我来 刮 很舒服 刮 赖神经常对德华说 对于这句话德华是深信不疑的 是的 所以这一把德华又拿下了3-13的超鬼战绩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德华是如何送到超鬼的吧 选人师德华听取了赖神的建议 掏出程咬金准备让敌方的刮沙仔给自己挠养 无敌了 我无敌了 随后看到队友们在那边争吵的时候 德华更是自信冲队友们表示 我告诉你们我无敌了 都别吵 这把我自然会吸你们 全世界的人都不敢相信德华的这张嘴巴 唯独好兄弟赖神相信了 司马确实 确实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德华是怎么放驴屁的吧 开局的时候对面理性打得非常猥琐 于是赖神建议德华卡他线 之后在陈川和赖神的蛊惑下 德华打得非常的嚣张 然而就在德华上去打理性的时候 刘邦却突然从身后出现 然后这个一血大地就被刘邦一个斩杀直接带走了 看到这一幕 陈川也是立马出来认错 很明显这波德华压得太凶了 看到德华这边出事后 队友们就想过来帮一手 可是鬼谷子的操作却让德华看呆了 看来这个鬼谷子也是个人才 而接下来这波对面的刘邦竟然直接跃塔 想要杀有大招的德华 于是德华直接反打 这个刘邦这么想杀德华 可以断定是狙击仔无疑了 而就在德华残血没大招的时候 敌方婉儿又跑过来跃德华 你吃我要 看到鬼谷子一直待在上路又帮不上什么忙 德华对其说道 哎呀鬼谷子啊你不要来了 你还隐身不帮我分担伤害 鬼谷子走了之后 橘子又支援了过来 于是德华就想上去卖一手 没想到李信仪看到人就往后撤 然后配合飞直接将俩人一起抬走 谁再来下路 我要喷他了 此时我方已经落后五个人头 就在如此烈士的情况下 橘子又在中路送了一个 完了呀炸了 为了把烈士给打回来 德华趁对面不注意偷偷跑下来把龙给开了 可是当他回到下路的时候 却遭到了敌方四人的围殴 没想到自己竟然有这样的待遇 德华一眼就猜出了敌方的身份 就是狙击仔吗 知道是狙击仔后 德华终于忍不住对李信出手了 看到德华竟然这么嚣张 敌方再次出动一个失的兵力来教德华做人 之后德华转到了上路 没想到这个白李守约竟然也敢欺负自己 实在受不了这鸟气的德华直接跳上去揍他 这波团战后 德华终于是看到了希望 因为此时就是他一个人的逆风而已 然而这时 赢政同学却心心念着他的外卖呢 结果被德华一阵痛批 你能认真点不 打完再吃不行吗 赢政却说怕等下外卖被偷了 谁会去偷你的外卖 偷他 绝对他 一起偷 偷 这波团战我方又打赢了 这让赖神看到了更大的翻盘点 这时德华开始嘲笑起了银正同学 谁还会偷外卖 这可不一定哦 你小时候不是还偷人家甘蔗了吗 纯属造谣 造谣的 那甘蔗哪里有得偷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育后 德华的经济终于是赶了上来 于是又开始嚣张起来了 现在谁能与我抗衡 没有 理性 嗯 我套不套你呢 你还想跑 来抱他 卧槽 差点差点 走位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胆杀 可以可以 一个偷五个 哎呦 没事没事 理性死了 可以 这个还把龙呆了 转播 一个偷五个 可以死了 哎呀 不是我走到他上面 把雷香鞠一下 他反强爆一下 他没死差一点 为了加强对德华的洗脑 赖神更是把对抗路不看战绩 这句话扳了出来 复活之后的德华依然非常嚣张 竟然想直接越塔强杀白礼首约 白礼 我他妈越塔偷了他 你还敢看我 这些挂扎 都拿到了 都拿到了 主要是你把他位置要逼走 不然他可能会抢的 他现在有弹很高 一枪比挡杀伤还高 比那个险战要高 哎呦 这波越塔 他散了 是对的 他散了 还打出了召唤自信 下波可以打 我也说 通过赖神的这波完美解读 德华的这波越塔不但没错 反而还立功了呢 只见德华又嚣张表示 白礼礼信 这两个我真的 我只要笨到他脸上 我再 那样都行啊 我啥拉不住你 拉不住 有了赖神的支撑后 德华更加坚信自己 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于是德华在下一波团战中 又直奔白礼守约而去 你怎么办啊 白礼 我抬 这是我们注意看 坐在后面的陈川 他是真的快绷不住了呀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 一定憋得很辛苦 当然 这种画面对于赖神来说 只是德华的家常菜而已 而且 直到此时 赖神还在鼓励着德华呢 没有你这样子 打拔自己 还有上网 上网 确实确实 是吧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都有很大的 看样子 德华已经被赖神给完全唬住了 然而接下来 这波却让赖神也绷不住了呀 来刮我来 刮 注意看陈川表情 说完赖神也终于绷不住了 但他还是和陈川俩人捂住嘴巴 尽量不笑出声音来 时间来到16分钟 德华看到下路单走的理性后 又嚣张喊道 哎 单杀了 拦不住我 结果 刚追到人家脸上 就被支援过来的婉儿 给联手击杀了 这时赖神已经找不出借口 帮德华开脱了 于是 只好转移话题 谁把你身上差也比较高 87 我这么疼吗 对啊 我也觉得不应该 这时我们注意看李元芳打的字 他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德华这个巅峰3000多名是怎么打出来的 然而德华对于李元芳的质疑选择视而不见 并试图在游戏结束前可以杀一次百里首约 我来了 游戏结束 是我本了吗 追 就是这个百里首约 对啊 天脸 妈的 我欠我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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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他妈的 什么东西来 一波了一波了 没事 你骑身一波了 你刚才死前被那个百里首约瓶挂上 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 没事 你这波已经杀害了 然而此时德华更担心的是这把信誉分的问题 他信誉分不会去的吧 不会不会 还能再开一把 我做了 对他能再开一把 还能再开一把 但是还要开吗 开麦呀开麦呀开麦 啊 开麦呀 没必要吧 你脑低调 最后这波没开麦 可以说是非常细节了 毕竟这种战绩还是不要被知道的好 呃 要不消夜去 消夜吧 消夜吧 要不呢 一八四五 明天回家了嘛 那得 都得安排个消夜了 看样子 德华是要带赖神出去干坏事了 好了 本集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集再见 明天下集团了 高峰炎 谢谢观看